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去健身房跟大家练得汗流加倍 也在无数个夜晚 忍耐着饥饿不吃宵夜 可是小腹总是消不下来 大家好 我是治疗师 Juicy 曾经有个个案问过我 他天天都去健身房运动得好累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几片动 这时稍微帮他评估一下 就发现他有骨盆前移的问题 难怪不管怎么动 肚子总是消不下来 那什么是骨盆前移啊? 为什么骨盆前移会造成小腹突出呢? 那我们拿阿凤来看一下 骨盆前移的人啊 他侧面的髋关节 会落在他脚踝的前方 也就是他会变成这样子的体态 那大家也可以站起来跟我一起比对一下 在你们轻松站的时候 裤子旁边的缝线 他会落在脚踝前方的人 他就是有骨盆前移的问题 那恭喜你 你的肚子其实不是真正的脂肪堆积 而是被髋关节顶出去的 这时只要改善这个体态 你的肚子马上就会缩小一圈 这边提供5个动作 每个动作停留30秒 如果你也有骨盆前移的问题 那就跟着我一起动一动吧 第一个动作是宽关节的外转肌右发 这个动作一开始平躺 脚弯曲45度 脚跟碰脚跟 膝盖要打开到两倍肩宽的距离 双手放在两侧 这时脚跟互相出力时 膝盖要往外打开 并顺势把屁股抬起 持续30秒 每天做2-3次 这个动作会感觉到屁股紧紧酸酸的 在做的当下 腰椎不要过度拱起 尽量与屁股平勤 上半身注意肩膀要放轻松 不耸肩 每推一下都要提醒自己 屁股要发力喔 还有5秒 大家加油 第二个动作呢 是伸直版的棒合适 这个动作侧躺 背对墙壁 脚弯曲45度 身体挺直 不要驼背 将上面整只脚抬起 放在墙壁上面 这时脚踝、膝盖、屁股 会在同一个高度上 缩紧巧腹 腰部不要过度拱起 接着膝盖往天花板打开 提醒自己用屁股出力 屁股觉得酸酸的 好像快要抽筋的感觉就对了喔 持续30秒 每天做2-3次 做这动作的时候要注意 脚踝不要用力的往后面踢 轻轻的放着便好 这动作虽然比上一个动作困难一点 但对于囤肌的感受会更加强烈 可以把不容易唤起的囤肌 统统叫出来 大家加油 动作熟练之后 甚至可以绑上弹力带 骨盆前移的人身上 容易出现大腿过度内转 而导致外转角度不够的问题 这时可以用前面的2个囤肌动作 先简单的练一下屁股的肌肉 还剩下10秒 大家加油 第三个动作是核心肌群的训练 棒式 一开始肘撑四足跪肢 肩膀在手肘关节之上 膝盖往后一步 用肩膀的力量推地板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稳定肩胛骨 肚子紧缩 膝盖慢慢伸直 停留30秒 每天2-3次 骨盆前移的人 最常见的就是宽关节往前推的问题 这时有力的核心肌群可以像一面墙壁一样 挡在宽关节前面 并维持住这个体态 动作熟练之后 建议大家可以增加难度 做前后的移动 增加挑战 第四个动作是拉伸大腿的内侧 一开始呈现半跪姿 拉伸右脚的时候 右脚往前跨一步 上半身维持直立 右手从小腿内侧慢慢的往下抓住脚踝 屁股往后推 发现駝背的时候 手就停留在那个位置 让手肘和膝盖互相顶住来维持平衡 左手向上旋转指向天花板 记得背部要打直哦 身体不要左右倾斜 停留30秒每天2-3次 当手臂完全打开指向天花板时 会觉得鼠息的内侧紧紧的 则停留3个呼吸 大腿内侧过紧 以及有驼背问题的人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拉伸哦 在旋转的过程中 脚掌要踩稳 膝盖可以往外打开 可以更加的拉伸到大腿内侧哦 还剩下10秒哦 大家加油 第五个动作呢是大腿前侧的训练 一开始呈现前后脚的弓箭部姿势 训练脚要放在后侧并垫脚尖 屁股往后慢慢的接近脚跟 再把上半身慢慢的往后移动 使脚踝、屁股、肩薄呈现一条线 接着手慢慢的举起放下 觉得大腿前侧酸酸的就是正确的咯 停留30秒每天2-3次 如果平衡感比较不好的人 可以扶着墙壁 或者是旁边放一张椅子来协助动作 守在抬高的过程中肚子紧缩 维持身体的直立 因为这个动作会导致大腿的前侧比较酸 记得要深呼吸、撑过去哦 最后就是姿势矫正的部分 平常可以注意膝盖的部分要尽量放松 不要往后过度伸直 不要驼背 缩下巴之后想像身体像木偶被拉高的感觉 多练习几次 让自己的身体记住正确的位置 就可以离健康的体态更靠近一点哦 看到很多人为了瘦小腹而跑去抽脂 或者是吃坊间来历不明的减肥药 最后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都觉得得不偿失 其实瘦小腹除了拦止运动 最重要的是先改善自己的体态 把关节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才能训练到真正的肌肉哦 千万不要迷信坊间来历不明的偏方 要瘦小腹 正确的饮食以及运动才是关键 如果你跟着我一起做完了 按个赞让我知道 不要忘记每天都要跟着影片做2-3次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萤幕前面的你们 让你们远离骨盆前移造成的小腹突出哦 如果你身边也有人想要瘦小腹 但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请你将我的影片分享给他们 别忘了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每次更新哦 大家拜拜